哪些火鍋料是 講白了啦 好 千萬不能碰 我第一名就投給百葉豆腐 真的假的 百葉豆腐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它白白嫩嫩的 它是豆腐 但其實現在的百葉豆腐 其實除了用大豆油之外 還要再加一些 油脂加一些糖之類的 下去做成一整條的百葉豆腐 簡單來說 百葉豆腐已經不是豆腐了 它等於就是油 然後加一點點的大豆成分 然後去合成一條嫩嫩的東西 那這條嫩嫩的東西 其實50%以上都是油 所以等於大家會覺得 吃豆腐嫩嫩的很健康 尤其家裡有小朋友的 家長就會很愛給小朋友 吃豆製品 但是如果你選成百葉豆腐的話 那個油脂含量 熱量 就會往上飆升 然後你想吃到的豆製品 營養也會降低 但一看它的體質發現 又虛又寒 因為它煮出來 它看起來胖胖的 可是其實體質是虛寒的 大家不要懷著那種懷疑的心情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都是因為這樣而胖的 對 都是虛寒而胖的 對 大家會想說 我一定是吃太多而胖 所以我不吃白飯 結果沒發現 不吃白飯以後變得更胖 所以很多人就是胖的 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而且追究那麼多原因 其實你如果真的吃飯吃多而胖 你少吃一點一定會瘦 但大部分人少吃一點點都不會瘦 那就代表你應該是又虛 如果又手腳冰冷 大概又寒 是喔 所以虛寒的人代表 你身體單線能力很差 你很虛的時候運作機能很差 像我們人一樣很寒的時候不想動 所以你身體的運作機能也很差 又虛又寒的人代表 你的垃圾根本排不掉 所以你吃什麼就堆積什麼 所以很愛喝冰的 他媽媽就說對啊 每天一定要一杯啊 不吃飯沒關係一定要喝飲料 他想也知道嘛 虛寒體質 我就跟他說 因為那時候剛好他媽媽 跟他的阿嬤外婆 還有跟他一起來看嘛 我就說阿嬤你回去煮麻油機給他吃啊 他阿嬤很高興 因為可以煮東西給孫女吃了 但媽媽就很生氣 他說我這個女兒已經胖成這個樣子了 你叫她吃麻油機 會變得更胖怎麼辦 我就說沒關係啊我負責啊 那總抱著一點點 其實有點心驚膽跳 結果這個小妹妹吃了以後呢 兩個禮拜後又回來看診 我本來以為看到名字 我準備要逃了 因為她要來叫我負責怎麼辦 結果她媽媽就很高興地進來 她就說我女兒回去吃的麻油機 一個禮拜吃三天 兩個禮拜吃了六天 結果她瘦了兩公斤多 她問我說到底為什麼 我就跟她說因為她虛寒體質 那給她溫熱的東西 身體平衡的代謝就提高 她就會瘦 今天吃的食物彩不彩色 我在樹裡頭 其實有推薦一個叫彩虹食物 甚至叫多元 你可以從顏色跟味覺上去看 什麼叫顏色呢 紅 黃 白 紅 黃 綠 白 黑 有時候我們只會吃綠色的蔬菜 其實你應該要吃一點黃色的 比如說玉米筍 你可以吃一點紅色的 比如說胡蘿蔔 你可以吃一點白色的 像是杏鮑菇 你可以吃一點黑色的 像黑木耳 因為每一種食物 它裡頭其實含有 不同的營養素 所以當你吃各種營養素的時候 你身體它就有這麼多東西 可以幫你做更多的加工 做更多身體上的運作 那我們確實有看到 有一些人當他的食物 開始變成彩虹飲食之後 你回去看他的體重 很簡單 自然就可以瘦了 因為天寒地冬 是 秋風天寒地冬 你的體質差 你體質差 一自然體質就影響命運 就要補你的運 第一種是 今寒水冷 秋冬就要補運 今寒水冷 你想要知道 這整個的天氣那麼冷 濕度那麼高 你冷到骨子裡面去 你一定要補 怎麼要補 通常是要往南方 比較暖 活 太冷了 你的運氣自然就差